大家看着带位就是300元 好了,今天真的跌下来了 那你又觉得是否一个好的吸纳时机 我觉得是再看看 因为最主要来说 之前升了上去的时候 都是靠着市场对于一些国策方面的憧憬 事实上,现在新能源汽车股 和体育用品股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近期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时 对于扣置税的宽减来说 现在谈论是有机会延续到明年 本来今年年底就会结束 到明年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的状况 在这些好消息配搭之下 股价表现仍然是偏远的状况 我觉得今个星期可以稍微留意着280元 这些位置 如果280元都守不住的时候 可能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股价起码落到265-270元之间 才能考虑入市就会比较安全 好啊 今天是正好戴性讯判台 已经防重任值了 想键入市参举 优渐 言